东汉末年,医生张仲景遇到十年二十多岁的文学家王灿,出于职业习惯,张仲景忘了忘他,用专业中医理论来讲,这叫忘诊。 谁知道这一忘,竟诊出了二十年后的病。 张仲景告诉王灿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再过二十年,你的眉毛就会脱落。 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 王灿对张仲景的话不足为信。 结果,二十年后的某一天,王灿的眉毛果然慢慢脱落,半年后就病逝了,年仅四十一岁。 眉毛不仅仅是脸上的一处风景,还和身体健康紧密相关,甚至可以反映出身体疾病。 通过简单的观察,也许你就能知道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信息。 眉毛是身体的一部分,也是反映身体健康状况的情语表之一。 五脏六腑的圣衰和病变都会通过精血金叶等借致表现于体表。 古人把眉毛叫做宝寿官,认为拥有舒朗而整齐的眉毛者最长寿。 皇帝内经,美眉者,足太阳之脉血气多,恶眉者,血气少也。 由此可见,眉毛长粗、浓密、润泽,反映了人体足太阳精血气旺盛, 如眉毛稀短、细淡、脱落,则是人体足太阳精血气不足的表现。 眉毛被称为宝寿公,与人的生命有很大关系。 如果眉毛浓淡恰好,粗细适中,绣而弯弯,整齐有光,眉尾微垂, 这样的眉毛都代表着长寿。 另外,古相书曰眉毛长垂,高寿无疑,眉毛高长而眉尾下垂的人高寿无疑。 通过眉毛的形态,观察到身体的不适, 从而采取调理措施或者治疗方法,使身体机能得到更好维护。 如果您的眉毛出现了下面几种情况,说明您的身体可能处于不健康的状态。 一,眉毛变长需警惕,通常情况下老年人的眉毛比较长, 而年轻人的眉毛相对较短一些,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眉毛能显示人是否衰老。 眉毛长又旺盛就是衰老的征兆。 眉毛变长是身体机能的调节机制开始出现功能降低的表现之一。 古人言眉毛长者则长瘦,实际上眉毛的长短和寿命是否长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却表明了身体已经开始衰老。 所以如果你的眉毛开始变长,而且特别旺盛的话,一定要重视起来。 该如何调节身体机制来延缓身体衰老速度呢? 如果发现眉毛开始变长且逐渐变得旺盛,一定要调节饮食和生活习惯, 保持一定的食欲是抵抗衰老最好的办法之一。 其次就是要多增加运动,每天健步走半小时以上, 不能让机体一直处于悠闲状态,否则身体就如零件一般,不用就会生锈。 二、眉毛干枯,和肺有关,如果眉毛比较少, 同时又显得干枯眉光泽的话,通常都和肺气不足有一定关系, 当肺气不足出现后,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疾病, 比如咳嗽、咳血等,通常还会有胸闷症状出现。 部分女性身体也会出现内分泌失调的现象, 男性则多患神经系统疾病, 有些小孩或营养不良患者,眉毛黄而枯胶, 亦为肺气虚的真相。 如果没重视起来的话,很容易引发肺癌, 很多肺癌患者因为早期症状不明显, 所以到发现后已经进入了中晚期阶段, 所以如果自己的眉毛越来越干枯的话,一定要注意。 解决办法,多笑多吃白,中医有长笑宣肺一说, 大笑能使肺扩张,还可以清除呼吸道浊气。 人在开怀大笑时,可吸收更多的氧气, 让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充满活力。 养肺要多吃白色食物,比如银耳,百合,白菜, 萝卜,冬瓜,莲藕,山药等。 三,眉毛上翘,膀胱炎症。 这里说的眉毛上翘并不是眉形发生了改变, 而是眉毛的毛发出现了上翘情况。 膀胱是泌尿系统中重要器官之一, 它的工作就是每天负责人体的排尿。 如果一旦发现有眉毛上翘的情况, 最好是去进行专业的检查。 膀胱出现问题之后, 身体的排毒工作也会受到阻碍。 尿液中的毒素无法及时排除体外, 将会集聚在体内。 眉毛上翘还反映了身体内部毒素过多, 是身体发出的排毒信号。 解决办法,多喝水不憋尿, 平时应注意多休息, 多喝水冲洗膀胱。 把每天喝六至八杯的白开水, 当作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 另外不要憋尿, 注意清洁卫生, 保持下身干净。 四,眉毛下垂, 神经问题。 如果某一侧的眉毛出现了下垂, 而且是整体的眉形发生了变化, 很有可能是患上了颈椎内外, 平衡失调而造成的面神经麻痹, 也就是俗称的面瘫, 这种情况导致了眉毛较低, 不能向着上方抬举。 颈椎内外平衡失调, 可造成软组织炎症, 冲血、水肿、 宫血不足, 因而造成耳面神经血液循环障碍, 而导致的耳面神经麻痹。 五,眉毛脱落, 气血异常, 虽然眉毛和睫毛一样, 都会出现自行脱落的代谢过程, 然而眉毛的更换却有一定的规律, 通常就是三到五个月。 多鉴于气血衰弱, 体弱多病者, 这说明身体处在了亚健康的状态, 大部分眉毛脱落的人都有气血虚弱的情况, 容易发生手脚冰冷的问题, 肾气也较弱。 眉毛过早脱落, 说明甲状腺的功能在减弱。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及脑垂体前夜功能减退症患者, 眉毛往往容易脱落, 尤其以眉毛外侧三分之一处最为明显。 甲状腺功能减弱, 身体的记忆力也会随之减退, 智力也会下降。 多数患者还会出现反应迟钝, 头晕眼花, 耳聋耳鸣等现象, 更为严重的患者还会出现痴呆。 麻风病患者在病变早期, 眉外侧, 皮肤肥厚, 眉毛脱落, 斑突患者也可同时出现眉毛脱落症状。 癌症, 严重贫穴也可能引起眉毛脱落, 有些抗癌或抗代谢药物也有这种副作用。 眉毛异常脱落, 还有可能是颈椎偏胃。 由于偏胃的颈椎压迫了神经根, 引起大脑神经系统, 血液供养系统的供给不足, 使供给身体毛发的营养受到阻碍, 产生眉毛脱落现象, 同时也可伴有脱发现象的发生。 眉毛的中间眉心位置, 是第七节的颈椎的一个压力点, 如果颈椎出现了问题, 就会通过这个压力点反映到眉毛上。 因此, 如果颈椎出现问题, 基本上是可以通过眉毛来判断的。 解决办法, 桂圆百合早人茶, 出自金粿要略的加减方, 有补血氧气, 清肝泄火, 助眠安神, 镇定, 除躁的作用。 除了眉毛脱落, 眉心毛孔粗大, 眉毛长痘痘, 眉心疼痛, 眉毛一高一低等, 其实也和颈椎有关系。 推荐给大家一个五分钟的颈椎操, 端坐或者站立, 保持全身不动, 单头部运动, 分别做低头, 抬头, 左转, 右转, 前身, 后缩, 顺, 逆时针环绕动作。 每次坚持五分钟, 动作要轻缓, 柔和。 眉毛与健康密切相关,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眉毛, 也需要护理。 一, 经常清洗眉毛, 大多数人在洗脸的时候, 顺带将眉毛洗一下就完事了。 其实, 这并没有达到清洗眉毛根部的功效。 眉毛根部会有眉毛分泌出的油脂, 如果长期得不到清洗, 将会堵住眉毛附近的皮肤, 不利于眉毛生长。 洗脸的时候, 也要好好清洗一下眉毛。 二, 经常梳理眉毛, 眉毛和头发一样需要梳理, 每天除了梳头, 也要经常梳理按摩眉毛部位。 三, 尽量少拔眉毛, 经常拔眉毛会使皮肤和毛囊遭到破坏, 长期如此, 眉毛生长就会变得不规则。 而且, 拔完眉毛后, 细菌还可能会承虚而入, 这就带来了换剂发性毛囊炎的风险。 很多女性朋友有拔眉毛的习惯, 这个习惯可一定要改。 最重要的一点, 长期拔眉毛会使眼瞼周围的皮肤松弛, 眼皮松弛老十岁, 而且是不可逆的。 咱们民间, 一向认为眉毛是长寿官, 如果遇到超级长寿的帽蝶老者时, 感觉一定是位先锋道骨, 鹤发童颜之人。 除此之外, 两道浓密奇长的眉毛, 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 如果不到45岁的中青年就出现长眉, 可千万不要窃窃自喜。 根据临床观察, 以及家族史调查, 这中青年出现长眉, 还有可能是身体有了肿瘤, 免疫疾病的前兆, 身体失衡才会长出长眉。 而45岁以后的长眉, 才能叫做受眉, 这是正常生理性的表现, 对于眉毛特别希腊的人。 本草纲目曾经记载了一个外敷古方, 可以温精通络, 促进生煤, 取芥子, 拌下, 盐墨, 成粉, 领取生姜汁, 调匀涂抹煤不即可, 不过芥子有强刺激性。 而拌下呢, 非汤药, 煎煮, 生用有剧毒, 万万不能入嘴, 即使有生姜汁, 克制, 也要务必小心哦。 不如内服滋养中药, 如熟地黄, 山药, 黑芝麻等, 增补气血较为稳妥。 眉毛的生长周期, 以及形态变化, 其实都与身体健康有着很大的关系, 希望大家可以多留意眉毛的形态变化, 从而为身体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